大家好,我是杨赫 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一期潜艇的一个视频 是个人非常喜欢的地图 开局直接就说要开始直接锁了 然后外场和逼供直接点 来到了更衣室 直接云标点要在他出来的第一个位置 外场看到有一个 左边看到一 空中直接锁 好,广道口是有一个NICE一波数点 空下枪利用走位 这时候外场的话是 外场中间有一个 好的,又是一个数点 那么这时候逼供只有一个 90 逼供入口90 哎呀,我去 哈哈 就当时第五个 然后也没有打掉 然后一直是狂暴点90些 结果对我也没打掉 开局杀了四个 结果 嗯,结局输了 好,那么这局也选择了 从这个走廊去填压 一个闪光弹的话 闪一下外场的人 就是更衣室入口 那么这时候 外场还是有一个 空一下枪 利用一下走位 这时候外场是两个 逼供 nice 直接锁掉三个 这时候外场 应该还有一个 一瘦的子弹五个 刚好 刚好 这时候队友 我说 兄弟你是啥呀 鼠标红吗 他说鼠标红吧 开了挂 然后我说我开了挂 叫杨赫 有一种挂叫杨赫 哈哈 哼 又虎牙那个羊 然后这个时候对 你说你就是那个虎牙那羊 是吧 我说对 然后他说 在快速上看了我的视频 那么这局又是一个四杂 直接对枪 但是手感也是非常的不错 手感非常不错 还是说我可以上电视 他就问我 是在录视频啊 还是上电视了 大家好 我又来谈谈 哈哈 这就是对我说 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又来什么 我们听听刚才 然后这时候对面就说 打了个打了个G 然后一个文号 我说打个广告吧 然后直接到什么 因为这个号是我直播间朋友 刷礼物的吧 当时然后直接上他号 就打了几句 那么说火牙直播搜索杨鹤 房价号936366谢谢 啊 这时候的话对面还剩一个人 看那个死亡信息的话 大家如果是队友不给你爆点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看一下 左上角的一个雷达 我们通过这个雷达 可以判断队友死的一个位置 然后这样的话 就可以判断出敌人的一个位置 但是手感也是非常不错啊 15-1 那我这个时候就我说 我说号主害不害怕 慌不慌 哈哈哈哈 因为这个对面肯定是举报了吗 在我打广告之前肯定是举报过了的已经 也很多时候 啊 台湾的时候如果不打广告的话 反正对面不是举报就是骂 一般就是先对面先说点什么时候 我再打广告一般也不会打广告的 就是对面怀疑了 或者直接就骂了 或者什么的 然后打广告 然后对面就不说话了 有的时候可能认识我的话 会聊聊天吗 因为是真的假的啊 然后你会来回来直播看吗 对不对 因为我直播的 因为我这些视频 都是直播手打出来的吗 一个难道 对 前天尼尾还是有一个的 对 还有跟他说一个题外话 有很多朋友是就是有的会通过这个视频吗 就比如说看这个视频 然后来直播间去看直播吗 可能那会我打的手感不是太好 但是咱那个视频 每一部视频都是直播手打的呀 你看我一下左下 左下角是那个第二个摄像头吗 对不对 当时也是直播的吗 一个是同时可以看到我两个显示器的一个内容 是不是 他就对我说你慢点 又该小黑屋了 他说现在系统就这样子 我说是啊 有的时候打的好 打的坏的 都反正都会小黑屋 你说中部只有一个的 一个压力投资 哎打了29些 这没有打到 啊那么这时候也给他说一下 就是我这边的话 也是每天晚上7点钟都会都会在这个虎牙直播 大家可以在这个虎牙职业收手杨鹤 每天晚上7点钟都会直播 大家可以体验 点一下这个订阅啊 晚上就会收到这个直播通知 我们等下去再一个的话可以去亏评 然后的话也是可以点下观众订阅 这时候就有说如果再遇的话 我们等下会亏评 这是游戏可以说主播彼此 大家可以加一下左下方的新扣号啊 313218 那么也是感谢大家观看 嗯 那么视频也是来到尾端了 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期视频 一些走位一些准行预标点 希望大家能够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或者直播接见 咱们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